鬼斗虫 也可以当成猫猫狗狗一样的朋友 这次也找到了一个孩子 不过花脚御将也年纪轻轻 我记得上次还有一位小朋友 看来斗虫的本领和年龄完全无关嘛 虽然这位人称恐怖猫爪草的斗虫选手没有斗虫经验 但他的鬼斗虫伙伴散发出了极强的气势 畅畅不懂你在说什么 畅畅的鬼斗虫是爸爸上次带回来的礼物 是爸爸在旅行中交到的朋友送给他的 看来你的爸爸很懂行嘛 那我们这边就派出破空白铁小警官来参战 你的笑笑在欺负人家 哼 怎么说的我好像是最弱的那个一样 不过你们两个斗虫狂人有可能把握不好轻重 确实应该由我来和他较量 别紧张啊 这位小朋友 只是游戏而已 开心就好 竟然会是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吓死我了 还 还挺生猛的 换我也不好对付 李悦的斗虫强者 都是无视自通的鬼才吗 原来鬼斗虫之间是什么一起玩的吗 畅畅完全明白了 你们有时间的话 可以和畅畅再玩几局吗 我也会继续看你们一起玩 好好学一学的 看来 恐怖猫爪草的天分确实很恐怖 要是放牛的有这种天分 说不定只是听着锅把和水晶岛帮帮旋风交流 就能明白假桥生物的交流方式呢 我也希望自己有那么强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